王妃唱火了,传奇却被索赔三百万 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0年,王妃打电话给李健问了一句 我想在春节晚会上唱你的传奇,可以吗? 李健大手一挥随便唱 凭借着空灵的嗓音 王妃一开口就把传奇唱红了 此后一听到传奇大家脑海里 第一反应就是王妃 王妃也完全成为了传奇的代表 传奇成为了王妃多次登台翻唱的歌曲 一天王妃突然收到传票 被对方索赔三百万 只因他多次翻唱歌曲传奇 王妃当场猛了 随后气愤地给李健打去电话 你什么意思? 被质问的李健也是一头雾水 经过回忆,李健才恍然大悟 原来当年这首歌怎么也唱不活 李健就把版权卖给了当时的老板孙永志 而孙永志见王妃翻唱这首歌唱的盆满钵满 当即红了眼,一纸肃撞将王妃撞告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不仅只得到两千二百五十元的补偿 还要支付高达三万块的律师费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据悉之所以是这个结局 亲手写下这首歌的李健付出了不少努力 也因此李健王妃的关系十分要好 对老板孙永志做法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